您好,欢迎您走进Math学院的Python面向对象编程课堂。 本节课的学习主题是Python与设计模式力谈。 学习面向对象编程,设计模式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主题之一。 首先,我们理解一下什么是设计模式。 设计模式它的主要目的是用来提高代码复用和可维护性的一种程序设计方式。 它能够很好地指导软件设计的过程。 它是成功的软件设计模式和体系结构,主要用于解决特定类型问题的面向对象编程模式。 下面我们来看Python与设计模式。 对于Python这种语言来说,由于其语言特性不同,设计模式的实现方式和实现难度比其他的普通语言会有所降低。 有的模式甚至在Python语言中已经内置了,比如迭代器模式。 我们就可以在Python语言中直接使用迭代器,而不需要使用迭代器模式来实现自己的迭代器。 再比如单立模式。 在Python语言中可以直接用模块及变量来实现。 当然,我们还可以使用其他的办法来实现单立模式。 在Python语言当中是非常简单的。 同样的,普通工厂模式也可以在Python语言中直接通过传入类名作为参数来进行实现,而不需要使用字符串的方式。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单立模式以及普通工厂模式在Python语言中的实现方法。 首先我们启动编辑程序。 首先我们看单立模式的一个实例。 比如,我要新建一个类。 这个类呢,只能够启动单立模式。 给它定一个构造方法。 紧接着我们用一个模块机变量SV,对Single Class进行实例化。 然后我在其他的程序中就可以直接使用SC这个变量。 无论什么时候使用SC,始终指向的是Single Class这个单一的实例对象。 比如,我们定一个方法,在其中使用SC。 首先输出ST的实例变量X的值。 然后我们对SC这个实例,它的实例变量X进行修改。 紧接着输出它的值。 仍然是实例变量X的值。 我们还可以定一个类似的方法。 比如,我们将它复制一下。 它的名称我们为TSC2。 将它修改为9。 在组程序中,调用这两个函数。 保存它,运行它。 可以看到,当我们第一次使用SC这个实例的时候, 它的初始值为0。 紧接着呢,我们将它修改为10。 然后,SC这个实例,传入到TSC2这个方法中的时候, SC的值,也就是10。 可以看到,和刚才TSC这个方法中的SC实例是完全一致的。 并且接着呢,我们又对它的值进行修改,改为了9。 那么,此时呢,输出了9。 那么,这是一种单立模式。 另外,在Python语言中,我们要实现像这种单立模式, 还可以有其他的方法。 比如,我们可以重载类的负类的new方法, 通过类的负类的new方法来实现单立模式。 下面我们来看,这一种单立模式的实例。 首先,我们新建一个文件,将它保存。 新定义一个类。 这个类呢,我们要求它是单立模式。 重载这个类的new方法。 作为new方法的第一个参数是CLS, 就代表类本身。 指定参数。 此时,我们用这个类的类属性, 来指定一个类的单实例。 首先,调用heath-attribe这个函数, 来测试这个类是否有一个类属性。 SGL。 如果没有的话,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调用负类的new方法, 来进行实例化一个类。 同时呢,将它附给这个类的类属性。 SGL。 那么调用负类的方法, 我们使用sipper。 同样的,这里面仍然要提供这些参数。 如果这个类属性是已经实例化了本类, 那么此时呢, 我们就不需要进行这个调用负类来实例化当前类。 这样呢, 我们实例化完以后, 就可以返回这个类的类属性。 SGL就是代表类的本身。 下面我们呢, 在主程序中进行测试。 首先, 我们实例化一次这个类。 然后呢, 我们再次实例化这个类。 所以这两个分别附给A, SA和SB。 然后呢, 我们来测试SA和SB的关系。 直接输出这个实例的ID。 保存这个程序, 运行它。 可以看到, 虽然我们进行了两次实例化, 得到按道理应该是得到两个类的不同的实例。 但是我们看到, 它的ID号是完全相等的。 那就是代表, 无论我们实例化多少次这个类, 那么它总是指向一个单一的实例。 那么这也是Python语言中实现单实例的另外一种方式。 当然呢, 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实现单实例的方式。 这里呢, 就不做介绍了。 第二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普通工长模式在Python语言中, 如何通过传入类名作为参数来进行实现。 新建一个文件, 保存它。 保存它。 首先, 我们新建一个类。 为这个类定一个类变量A, 再新建一个类。 也为它定一个类变量A, 定义工厂类。 定义工厂类的工厂方法。 在这个工厂方法, get instance当中, 随出rns这个变量。 此时我们直接对这个变量, 它所代表的类进行实例化就可以了。 在主程序中进行测试。 首先, 实例化 这个工厂类。 然后调用工厂类的 get instance方法, 盘入第一个类A,B, 测试它的类型。 把它输出。 第二句, 传入类A,B。 保存这个程序, 变形它。 可以看到, 那么当我们传入类A,B的时候, 此时类的实例就是 AB的这个类的实例。 传入AC的时候呢, 类就是AC这个类的实例。 那么这是在Python语言中 实现普通工厂方法的 一种简洁方式。 因此, 我们可以理解, 在不同的语言中, 设计模式的实现方式 以及难度会有所不同。 下面,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 Python语言中如何实现 策略模式。 那么在讲解 实现策略模式之前, 首先我们要了解 什么是策略模式。 策略模式是指 让一个对象的某个方法 可以随时的改变, 而不用更改 对象的代码。 对于这个类来说, 我们就可以 随时改变它的 实现方式。 对于动态类型的 Python语言, 不需要定义接口。 下面我们看 第一个 基本的实现方法, 就是用类 作为参数 来进行传递。 建设一个文件, 保存它。 首先, 我们建设一个附类, 附类为 MoveAble。 给它定义一个 Move方法。 输出一个信息, 用来模拟。 然后我们将需要修改的 这个方法 也定义在 其他的类中。 此时呢, 这个类要继承 MoveAble这个类。 同样, 我们对Move这个方法进行充载。 再次定义一个 继承MoveAble这个类。 继承MoveAble这个方法。 重载MoveAble这个方法。 输出相关的信息。 下面是我们要定义一个 可以随时修改方法的类。 定义这个类的一个实力方法 SetMove 通过实力方法 SetMove来修改 SetMoveAble这个类的 SetMoveAble这个方法。 实力方法。 注意此时,我们对这个类行分立化。 定义这个类的目模方法 在这个类的目模方法中 我们直接调用self.movable.mo 实际上调用就是这个类的实例的目模方法 我们在主程序中对这个特略模式进行特色 首先对这个特略模式的类进行实例化 设置这个类的目模方法为movable这个类的目模方法 也就是第一个类的目模方法 然后调用他的mo这个方法 下面我们依次可以设置这个实例的方法 第一个呢 我们设置为 move on feet 然后是move on view 最后是move on view 保存这个程序 运行它 可以看出来 对于同样的实例 move object这个类的实例 m 在调用m.mo的时候 我们可以随时更改这个m.mo的方法 这就是特略模式的基本实现方式 这种实现方式呢 应该说是 应该说是一种普遍的形式 对于其他的语言也是合适的 而对于python这种动态绑定变量的类型 而对于python这种动态类型的语言来说 实际上呢 你可以不用统一的继承 这个moveable这个类 只要你随便定一个类 它具有move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比如我现在可以新定一个 其他的类 这个类的名字我们起为test 直接为这个类定一个move方法 输出信息 下面我们对这个类的实例的move方法 也进行重植 但是呢 重植为test类的move方法 所以在这个位置 我们传入test类 搞成这个程序 进行它 可以看出最后一行的输出是mfly 因此实际上呢 我们就是将moveobject这个类当中的move方法 变成了test这个类当中的move方法 而test这个类并没有继承moveable这个类 因此在python这种动态绑定类型的语言当中 我们完全可以使用 不继承这个统一的货类的方式 来完成策略模式 而对于python语言当中 而对于python语言中 还有另外一个特性 就是在python中 函数也是一等公民 也是一等公民 可以作为参数来进行传递 所以对于需要变换的算法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工具函数来进行实现 而不需要在这个位置定义类 通过定义工具函数 然后传递给setmove方法 使得这个moveobject这个类当中的木偶方法进行改变 下面我们对这个实例进行修改 将它另存一份 这里只需要修改moveobject这个类 所以这些类我们就不需要了 把它删除 然后呢我们定义两个方法 然后呢我们定义两个函数 永远输出相关的信息 永远输出相关的信息 再定义第二个函数 在这个类里面 我们要实现方法 move的切换 此时呢我们要修改moveobject这个类当中的setmove方法 此时我们修改它呢也很简单 只要在这个位置因为它是一个函数而不是类 所以呢不能进行实例化 那如果这个地方括号不去掉的话 它就是一个函数的调用 那我们在设置的时候这个move方法就已经被调用了 此时我们将这个括号去掉 对于move这个方法 同样的由于传进来的moveable是一个函数 所以呢 此时我们直接调用moveable这个函数就可以了 我们修改组程序 第一次传入函数 movea 第二次传入函数moveb 保存这个程序 运行它 嗯 这里面呢 moveb的函数 已经输入错误 重新保存 运行 可以看出 第一次我们对moveobject这个对象 设置了movea这个方法 传入了movea这个函数 所以呢 它调用move的时候 运行的是movea的函数 那么第二次呢 我们传入了moveb这个函数 所以调用move方法的时候 运行的是moveb它的方法 这是Python语言中 灵活实现策略模式的一种方式 也就是我们在策略模式主题当中 要了解的 就是最简单的实现策略模式的一种方法 将函数作为参数来进行传递 本节课的作业是 了解什么是设计模式 它具体有什么作用 请思考有哪些特殊的问题 适合使用策略模式来进行实现 本讲视频到此结束